好来关线的是台所创办人王永庆 此事一周年 今天举行年度追思会 而现在请行连线给记者张振威 这直播各位观众 今天是台所已故创办人王永庆 此事一周年的纪念日 那么由于台所王家这一年来 几乎是纷争不断 争产纠纷很多 也因此今天是低调的来 这个纪念着王永庆先生 那么由于呢 今天一大早七点多左右 他们的低调的纪念仪式呢 包括蝴蝶兰 还有这个树的相关的盆栽 还有花圈等等 不断陆续进到会场来进行相关的布置 那么也因此主人们也一大早 大概在九点左右都陆续到达了会场 那么包括台所 现在另外一个创办人王永在三房 夫人李宝珠跟女儿们 包括王瑞与王瑞华也都来到了现场 那么现场的气氛是有了进行 基本的一个祭拜仪式 但是大家对于目前的状况 都低头不语 也彼此没有太多的交谈 那么也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纷纷驱车离开了会场 那么今天整天呢 台所已经有一连串 包括这个台所 已故创办人相关的经历活动 也开放让民众都能够到 长庚大学的纪念文物馆来进行参办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镜头交还彭内主播 好 看到今天呢 那是王永庆逝世一周年 而包括了就是弟弟王永在 还有三房李宝珠 等人都到场来进行这个祭拜